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一种就是我们最常用的一种方法 这是原来的线 然后我们接入新线 就像寄鞋带一样 一个线上面 一个线在下面 绕下去 然后呢 再交叉 打结 这种打结的方法呢 有缺点也是有优点 像这种线呢 这个结打的比较牢 它就是不容易抽掉 那么这个时候呢 你可以将这个线 可以剪的短一点 但是不建议剪的太短 因为这个结呢 有的时候是太短的话 它是容易松掉的 所以这种打结的方法 就是要看线 有的线呢 你这样打完以后 你这样抽 试试看 一抽就抽松掉了 那这种情况的时候呢 你就不能够把这个剪的很短 特别容易散掉 那么你就可以打结的时候呢 两端的线头留稍微长一点 你这样打完之后 然后将线头呢 再藏线处理 这个是对这种打结方法最好的处理方法 就不容易散的方法 那么像这种线它是不容易动的话呢 你可以相对的话剪的短一点 但是呢 一般来说还是要稍虚的留一点线头 所以这个打结方法呢 它是看得到这个流线线头的 优点呢 是它的结比较小 这是第一种方法 我们把这一段剪掉 接着我们来看第二种方法 第二种方法呢 我们将两根线捏住 然后呢 食指一起绕一下 从里面将线头拉出来 就跟我们就是常说的打个结 这个方法一样 有点像我们勾针 这样勾出一个线圈来的感觉 那么这个结的优点呢 就是比刚才那个打结方法要老 老很多 然后你这个线头呢 也是能够剪的比较短的 但是也不建议太短 这两种结呢 剪的太短 都是有散掉的可能的 那么你也可以就是 这边留长一点再藏线 留长一点藏线的话呢 这种结就是都不容易散掉 那么这种结的缺点就是 它这个结呢 比刚才那个结要大 比较个人 就是没有刚才那个结小 这是这种结的缺点 那有没有 比前两种方法 都好的打结方法呢 那么就是第三种 第三种我们来看一下 两个线 一个在上面 我们一个放到下面 大家看一下 一个在 一个是上面 是这样的方向 下面 左到右 一个是右到左 接着呢 我们将上面的线 压到下面的线的上面 下面的线呢 从 上面的线的下面 穿过 大家看一下 然后我们先拿这一端 把线 放进去 然后呢 我们在这一端 打个结 这里也是一样 绕过来 打个结 打好了啊 然后我们将线 抽紧 两个结 抽到一起 我们用力抽动 试试看 非常的牢 然后呢 我们将这个 线头剪到 最低 就是贴着这个结 把线头剪掉 还能更短 我们再抽 我们再抽抽看 这个结 牢固无比 那么这个结呢 第一它不是很大 比较小 第二呢它的线头可以完全修掉 就是 看不到这个线头的部分 它隐藏性呢是比较好的 所以呢 这就是 比较完美的打结方法了 好了 那今天的三种打结方式呢 就说到这里了 今天的课程到此结束了 谢谢收看 再见